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我用池给它们做了一个小窝 里面垫了一些干草 两只小燕子特别乖 幸亏家里还有一些弑虫鸟的鸟娘 我喂了一些 它们状态好多了 真像穿了毛大衣一样的 特别萌 在收养它们之前 我一直很犹豫的 毕竟燕子是后鸟 最后肯定要分离的 那种感觉特别难受 我去年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那种分离的难受 但是看到两只这么可爱的小生命 我也希望它们能够活下去 尽我自己的所能 让它们回归大自然 让它们回归大自然 在这种感觉 最后肯定要分离的 最后肯定要分离的 最后肯定要分离 才能够活下去 最后肯定要分离的 最后肯定要分离的 最后肯定要分离 最后肯定要分离的